跌49點 失守9100點 恐回測9000大關 美股創高後拉回 衝擊台股週二買氣 指數無力上攻 越走越低 中場下跌49點 收9084點 成交量萎縮至731億 面臨回測9000點壓力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技術指標包括KD指標跟RSI指標 雖然都還是維持弱勢的走勢 不過以目前來看的話 已經來到這個超賣區喔 經管會主委證明中 盤中冷盤的話 股市發展穩健樂觀 但多空力道交戰激烈 研發科尾盤遭灌壓 大跌21元 玉金光則持續爆量漲4.5元 在整個無量的一個狀況之下 但是搭配說 外資目前來講 期貨的空站是比較多 而且近期來講 外資對於台股是呈現賣超 所以近期來講 外資持續賣超的股票的話 線上應該是站在一個避開的方向 那投資人可以選擇說 近期來講 外資擋超 比較少的一個族群 譬如說像 汽車型組件 以及第三方支付 跟這個生機的族群 東新聞綜合報導 中文綜合 中文綜合 中文綜合